我是纳泽,是来自尼泊尔的 我是在Wikrosoft担任一个WDI事业部的营营总监 我来中国15年了,然后在上海的话是44年 是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 我是来上海交通大学读本科的 我为什么来上海呢 就是因为我爸爸也是中国留学生 他是19800年毕业的 就是从东华大学 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很过激化的一个城市 我们现在服务的客户大概是有很多国家的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招了大概54个国家的员工 每个国家的客户的文化不一样 他们的要求也不一样 所以为了提供给客户一个更好的一个服务 就是我们找了不同的国家的人 就是提高我们的客户质量 大家都很希望来上海 为什么呢 因为上海机会多 所以这样的话自己发展的方面的话 也是很有机会的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来中国或者来上海 我坐在上海人的生活的感觉我觉得是特别忙 我是在忙提高我自己的能力 我是住在浦东的 然后如果上海边的话时间就是距离比较远 我就会用这个软件然后去打车 这样的话 是我坐的车不一样 我会跟他们一起聊聊天 有时候他们比如说我遇到的那个车主 他们也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他们又会跟我说比如说有的人是山董的或者四川的 他们会跟我说一下比如说他们那边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样的话我也可以跟他们说一点 比如说很多东西 然后他们也会知道你部位是比如说你部位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样的话我是觉得是双赢的 就是一边也可以说到一点东西 我来上海门泊子 阿拉呼吸上海 上海老爹了